9月27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路坡12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幕 从两艘明代古沉船遗址出水的408件套文物首次公开亮相 它们已在深海1500多米处,沉睡了500多年,实证了明代海上贸易盛景 据了解,展览共展出文物442件套,其中两处沉船遗址出水文物408件套,包含陶器、瓷器等 我们看到这一件法滑贴金镂空孔雀牡丹纹大罐 这件罐子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东西,可能独此一件,非常特别 特别在几个地方,首先气形硕大,整个是法滑采瓷器 还有一个它的造型上是双层的,外层镂空,内层有一个湿心的内胆 这种工艺还是非常复杂的 另外它的表面的主体纹饰,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是贴了金箔的 我们看它的主体纹饰,也有地域特征,主体纹饰是孔雀牡丹纹 用了大量的绿色,这也有东南亚地区的风格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奉传牡丹纹在它的肩部 这么一个装饰豪华,气形硕大,雍容华贵的一件文物 我们这件东西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像这种罐的普遍用度一般是酒气或者水气 但是如此豪华的一个装饰的一个罐 我相信它兼具了高端的橙色气的作用 这批东西从目前来看可能是运往东南亚去的 东南亚也是海上四周之路的一个中转站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心理学认为 此次展出的两处沉船遗址出水文物有四个特点 我觉得这么几句话吧 数量巨大,品类丰富,档次很高,填补空白 填补空白主要是填补空白 填补空白主要是这次展览出现的很多东西 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比如说这一件大罐,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瓷宴 尤其是对于中国瓷器发展史 我们发现了新的装饰工艺,新的造型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贡献 也为对于明代的研究和海上四周之路的研究 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心理学介绍,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出水瓷器,有些和官窑水平一致 尤其是西北路坡一号沉船的货物 这些货物可以说分类非常细,高中低端都有 像中低端的可能是普通的商品,量也非常大 但是有些高端的东西的确是非常精彩 有很多的瓷器跟官窑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没有写款,只是无款官窑 它的水平都是一致的 有很多女生,有很多人细加上传三十字无论 我都想到达前的写方 一回思维 都很稳子 人